你不召集进屋吗 到这里我说给你开开 本来该收50的100 该收100的200 有不少也是找到 比如这些套号吧 有些价钱上到门上了 这价钱一遍再遍 你这早来等了二三十分钟了 动了那啥子啥 完了他又来了 价格给你提上来 你说你开是不开 开你叫价钱贵 不开你说你在这等半天了 我朋友这么一个事 就特别好玩嘛 他一出门随手把门一带 坏了 钥匙拉屋里进不来了 赶紧找这个开锁公司 开锁公司带话里就问 你那身份证带了吗 好 开锁公司来了 问你身份证带了吗 他说巧的 我正好这身份证在上一兜里 把身份证掏出来 所以拿身份证一看 带来就行 他用身份证把门给捅回来 就是啪一关 这门就好开嘛 他不是反锁上去 我这本乐的 我也验我身份证 整半天用身份证 他就给捅回来 就这个人说 我们出来一次 赶二百五千 谁让你不先谈价呢 就这么一笑的收二百 其实这属于乱收费 更可恨的呢 他这里头有门道 就他给你开锁吧 正常开完锁拉倒了 他不对 他故意使大劲 把你这锁弄坏了 2012年5月 山东烟台的王女士 出门时忘了带钥匙 刑急之下 他拨通了楼道小广告中 开锁公司的电话 来之后呢 他先看了门 然后说开锁就需要30块钱 然后说可能会把锁顺弄坏 他说换个锁50块钱 我心思在不如换锁了 这就像以前有些修车车 在自己修车车摊附近 按不少按键放来 结果你车子一过来 一扎冒泡来 就得到他这补台了 这跟那道理是一样的 所有不少是开锁的 他这么干 故意把你锁都弄坏 然后再卖你锁的 所以这是这个行动里 现在比较混乱的 再有个按照咱们相关的规定 开锁 它是一定有个正规程序 公安里边规定的 大概有这个四个必须 第一个你要开锁 必须得当地派出所同意 第二个必须得当事人提供 房产证啊 身份证啊 之类的 第三个一定得有第三方在场 或者派出所 或者物业在场 最后一个必须得添一个 开锁的服务单 所以你是哪家公司 这基本信息什么 都得添写清楚 经过核实 你才能把锁打开 可是现在咱们知道 很多人着急进屋 就想不起这些了 来了你就赶紧给我开开得了 还有的人是这样 说我这 你要我房产证 什么证就在屋里 你打开才能进去吗 说到这个咱们可能就想起 有一年春节联合晚会 黄红啊 龚汉林的 林永健呢 他们演过一个小品 就叫开锁 我开那个箱子 哦 这把锁呀 没问题啊 请出示身费证房产证户口本都有效照见 其实这就反映了开锁中的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然也没有小品里面那么夸张 那小品里面你看门已经打开了 世人家 物业的人也站那儿了 按道理就可以给开开了 不必纠缠 拿房产证 拿身份证 拿结婚证 说这些都在箱子里面打开不才看 那不行 我得看完才能打 打开才能看 看完才能打 实际上啊 你也是为我们业主负责吗 不 准确的说 是为是他主人负责 我就是主人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吗 这成了机生弹诞生机了 所以没有像小品这那么夸张 但是小品里面那种认认真真的要求看各种证件的开锁工 确实是应该是开锁工这个行的 必须必备的一种选择 我首先登记他身份证呢 我这个邻居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吧 我们确定是他的 我们才能干 有点疑问我就不开这个锁 年近五十的黄建根在开锁这个行当中已经干了二十多年 从一个不起眼的百摊师傅成为如今小有名气的南昌锁王 黄师傅深深体会了一个开锁匠人的酸甜苦辣 上世纪九十年代 当地的一家商场突然起火 为尽快打开舱门运转货物 紧要关头黄师傅担起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当然在老黄的开锁生涯中 也经历过不少考验和教训 让他深刻意识